大家好 欢迎来到KK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雪梨的楼价 澳洲政府提供了香港人的最新优惠移民计划 香港人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 申请到永久居民的资格 今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用淘大花圆的价钱 在雪梨买到什么物业 一起和大家看看 看下吧 收看KK频道 等我entertain你好不好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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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卖了 其实在澳洲的文化 你卖了东西之后 就会有个牌道在 看上去是不是很威威呢 今集我想和大家分享 有关雪梨的楼价 其实澳洲最近放宽了香港人移民过来澳洲的政策 只要你工作得到担保 和读书不作业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就可以拿到永久居民资格 香港人移民到每一个地方 首先问一个问题 究竟楼价有多贵呢 今集我就过来雪梨 介绍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大概是淘大花圆的价钱 香港淘大花圆的价钱 是买到澳洲什么单位的呢 大家一起过来看一下 首先我介绍第一个单位 首先我介绍第一个单位 它就是位于南雪梨 15号stantial road Bathery hills 这个就是图籍 你可以看到有三间房 有厨房 饭厅 客厅 一个厕所 一个储物柜 一个后院 还有可以拍到两架车 这个楼面面积就是100m2 但就我看回一些资料 其实雪梨的楼 那边就比较笼统 就不够香港那么准确的 你需要去现场 视察 你看回图籍 如果你说三房 涼厅 厨房 厨房 厕所 又放了两架车 其实你说100m2就差不多了 100平方米 这样换算为香港的尺数 大概1076尺 屋里面所有相片 全部都是网上资料 你可以在description里面 找一些资料 看相片裏面都挺漂亮 看片裏面就全部都裝修了 我先講一下配套設施 在這裏走5分鐘就有一間很大的公園 叫做Old Park 其實尺寸跟圍園差不多大 但它很空曠一望無際 其實你走一個Old Park也要走15分鐘 認真大 附近也有Hertsville Shopping Center 其實你不需要講英文都可以生存 因為這裏是一個壞人區 另外有一個Waltzland Shopping Center 還有一個泳池 其實這裏比較多中東人聚集的地方 但中東人都很友善 如果你再走遠一點就有一個Moor Reserved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就像香港的郊野公園一樣 你開車大概10分鐘就到了 如果你踏單車大概20分鐘 至於交通方面 如果你開車的話 去Hertsville Shopping Center 就7至9分鐘 去Waltzland Shopping Center 去Hertsville Shopping Center 如果你要出城的話 去Hertsville Shopping Center 去Hertsville Shopping Center 就需要25分鐘 如果沒有車需要搭車的話 就要分別需要21分鐘 15分鐘 以及45分鐘 香港人最關心的罪案率 其實雪梨的紫安也不錯 這區就是Georges River 其實罪案也很低 人口大概16萬左右 如果你計算罪案率 例如搶劫的話 就有26宗 在2019年 還有其他資料 你就在Description那裡 有一條link 可以看回 最後最重要就是 說回成交價 它的成交價就是 102萬澳幣 圍起來大概 596萬港幣 即是600萬左右 其實600萬可以買到 淘大花園一個 480呎 建築面積的單位 你們又會怎麼看呢 時間有限 怕你們太悶 下次再分享第二個物業 好了 今集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 和按like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